台湾娱乐圈MeToo风波持续延烧 女星大牙6月27日指控昔日老板黑人陈建州性骚扰和企图性侵 大牙发文称 11年前她与黑人一行六人到香港录制节目 南方以有事商量为由进入她的房内 没想到黑人开始动手动脚 还从身后环抱她要求发生关系 大牙试图端出范围棋阻止黑人 黑人竟说没办法 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令她听了相当崩溃 而黑人透过律师发声明 全盘否认了大牙的指控 强调自己形势坦荡 并表示会追究法律责任 范围棋也发了相同的律师声明 用行动力挺整边人 对于黑人的回应 大牙则透过经纪人表示 她的陈述均为事实 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眼见MeToo风波愈演愈烈 真假难辨的同时 让人不禁感叹 演绎圈光鲜亮丽的背后 究竟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 方脏龌龊呀